香港特区政府今早八点在金紫禁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在国歌伴奏下 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旗帜缓缓升旗 行政长官梁振英等一众官员以及新任立法会议员都到场庆祝 而社会民主连线也趁着这一天上街游行 抬起棺木盒拉开布条高喊口号 声明只要六四一天没平反就只会有国伤没有国庆 同时要求中共政府释放遭拘押的诺贝尔和平奖的主流小波 及他被软禁的太太 以及广东乌坎村前村委会主任林祖恋等异议分子 而特首梁振英也必须下台 只有国商 人文未多家 我们来到中国在中国的政治反抗 示威者随后还打算焚烧民旨抗议 但遭执法部队出手制止 由于现场下起小雨 集会随后和平落幕 广东乌坏千千文 博��고土地 华 об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